艾华星2007年创办香港社会创投基金 至今培育过百个社创项目 他说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产品 都必须要以人为本 而推动社会发展 低造社会后益为初心 我想社创、初创、科创都好 我想大家都是想为人类社会 还有环境有个小小革新性的改变 我想社会里面很多不同角色奇跡地 不同界别都在做一些他自己的事 我们社会越来越复杂 怎样能够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我想社创的角色是多于这个角度 顺应近年科技潮流的发展 基金也有培育一些科创企业 不过我想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叫Green Monday 最初都是想推动大家吃多点素 植物性的食物链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进步 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如何去持续发展 所以我想Green Monday到后期 我们都开始做一些自己的零售 或者做我们自己的植物育的项目 那就是现在全世界都说的一个food tech 我想我们香港很有条件 做多一些food tech 社创基金更加早在十几年前 发起亚洲社企创新奖 为年轻社会企业家 拓展人脈网络和资源 致力培育他们推动目标为本的创新项目 年轻一代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对于环境的一个保护 其实他们的意识比我们上一代越来越好 只不过可能他们未必有很多方法 或者现成的一个系统里面 未必有那么多的一些方式 可以给他们去发挥 所以我想在初创 科创底下 很多年轻人去想他自己一个新的发明 想做一个事业上的发展当中 其实他都说 如果我能够真的将一些社会问题 无论讲教育 讲人口老化的一个现象 或者讲一些贫富差距的情况 可以改善的话 他绝对是非常之开心 要与时并进就必须要有创新思维 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 艺华星期望 开创兼顾盈利和社会使命的商业模式 推动社创持续发展 帮的方法可以很多 但我想除了方法上 我想是大家真的在初心上 大家为何在问题上 大家研讨多些 为何去坚守一种 他最初的使命感 其实从来都是最难 所以有很多初创也好 科创也好 捱不住都是因为 忘记了自己怎么做这件事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想和一个创新 一起同合 大家在初心上 在事命上再转心点 反而当想通了 我们想解决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 在个商业模式上 或者在模式上的变化上 其实可以很灵活都不一定 艺华星相信 企业和社创或者科创联手 解决社会问题将会是大趋势 的 geri 华星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